這是Fish and Chips 一些蘋果的沙拉 然後洋蔥 它洋蔥是用紙洋蔥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這一個 這個是Pink Fish 粉紅魚 它是專門賣鮭魚的一家店 今天是有特價啦 是20% off 是3月6號到3月8號 而且它是no minimum spend 就是它沒有限制花多少錢 它本身的餐廳裝潢很可愛 就是鮭魚的尾巴這樣子 然後今天它也是在Jura 可以看得到這個water pool下面 我們現在在B1 跟我上次介紹的韓式餐廳 在隔壁附近而已 就這家Pink Fish的店 OK我們進去吃吧 這個是Fish and Chips 我在澳洲常常吃 這9塊9毛錢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喬禮日誌 今天喬禮日誌 來到Jura 新加坡的蒼蠅機場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這家 叫做Pink Fish 在我後面Pink Fish 它是一家專門賣鮭魚的店 那我們今天和朋友 我們點了就是各點一個餐 所以我們這邊有兩個餐 介紹給大家 第一個是它今天就是在 跟大家推薦一下 這是Fish and Chips 它今天現在在客價 所以是9塊9毛錢 對 然後本身Fish and Chips 我在澳洲的時候就本身很常吃 幾乎天天吃 它就是炸魚薯條 對 然後今天還有點一個就是 鮭魚沙拉 Tenderine沙拉 對 那這一個呢 它價錢比較貴一點 它有分 它其實這邊有分大中小 那我今天點的是中的size 中的size 是14塊9毛錢 然後另外你點了泡餐之後 你可以再加2塊錢有這個飲料 對 對 這是茶的飲料 它是用茶包泡的 對 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有多漂亮可愛 這個是Fish and Chips 一些蘋果的沙拉 然後洋蔥 它洋蔥是用紫洋蔥 然後chips它就是用薯片 它不是用薯條下去替代 然後這是Candering沙拉 它有煎的鮭魚在上面兩片 然後有一些沙拉黃瓜 然後番茄跟洋蔥在裡面 好 那現在就吃給大家看 這樣 然後它這邊的叉子跟湯匙還蠻有質感的 它是用塑膠湯匙 對 這顏色很質感 感覺很有木質的調調 先吃它的薯片看看 它這個是自己現用的 它蠻好吃的 有一點點海鹽在上面 然後吃吃看它的這個 先吃一口 它上面長這樣子 還蠻好吃的 然後它有這個醬 森巴醬 然後你可以沾在上面 然後它是有一點蝦子的味道 所以有蝦子過敏的人不要吃 然後它有鹹鹹辣辣的感覺 你可以加一點這個醬 然後它本身沙拉有附這個醬 然後跟一些香草在上面 切起來很輕鬆 趕快吃這洋蔥 這洋蔥是紫洋蔥 有點溫沙拉的感覺 溫溫的還蠻舒服的 這是蘋果 這是蘋果切片 好接下來吃這鮭魚 煎的鮭魚喔 它煎的鮭魚就有點粉紅色在上面 還蠻很紅的 然後它有灑一些黑胡椒粒在上面 香香的 現在很清爽 然後煎的話 你這個倒有一點點油脂 然後在你嘴巴還蠻順頭 然後它還有這個大黃瓜 它黃瓜皮好大喔 這減肥的女生應該超愛吧 然後還有超多生菜 還有番茄 超大的番茄 好這一個菜呢 這兩個菜我會給你9.5分 因為它還是用蠻新鮮的鮭魚下去做的 生菜它來很新鮮 然後你整個就是親食的概念 如果女生在減肥的話 可以推這間店 叫Pink Fish 對它也在Juro 張宜雞場Juro的B1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看 好啦我要繼續吃我的囉 給大家看零食的腳架怎麼用出來的 給大家看零食的腳架怎麼用出來的 這是用他們的廣告牌 然後背後是 雙魚機場Juro的瀑布 零食的腳架 哈哈哈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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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完了 很推薦刚才拿这个酱 这个酱它不会辣 然后很像虾酱的感觉 像这样跟 SO酱的综合版 然后这边有像这样的食谱 给人家拿 那今天是吃这个 它就有教你怎么做 对 需要优格 还有洋葱 然后我今天点的是 Tandering 对 然后这个汉堡的话 这边卖9块9毛钱 对 那如果你本身自己会做的话 你就可以follow这个 recipe 嗯 然后这种是可以给你带回家做参考 对 很实用 好今天吃这个沙拉 我觉得我评价还蛮高的 对 这个沙拉 Tandering沙拉 然后它这样我点的中晚 中晚是14块9毛钱 那我们这样给9点5分 1到10分的话给9点5分 对 那我朋友点的Fish & Chip 它是季节性的商品 所以并不会 每个月都会有 然后因为刚好我们3月来 刚好这边有点到 对 然后就给大家看看 如果你真的来的话 就碰碰运气了 然后 side dish的话 它这边如果你加4块钱 就有side dish跟 一个汽水饮料 一个铁罐的汽水饮料 可是要加4块钱 我觉得加4块钱还蛮不值得了啦 所以我没有加 那我朋友再加2块钱 会有一个特殊的茶饮料 是我平常喝不到的 tea bag 所以我们就想说 试试看喝喝看这样子 然后它是没有汤的饮料 对 第二点是berry 加一个橱橘 紫橱橘 对 味道还蛮清爽的淡淡的 然后有一点像是 blueberry跟blackberry的 有点酸酸的甜甜的感觉 对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试试看 对 那以上是乔林日志 然后今天介绍的是pintish 对 那这个地点呢 在Juler里面的B1 那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按赞按分享哦 对 然后我的小铃铛 记得开启小铃铛 那 我的频道主要是介绍 然后我在新加坡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 包括今天的美食评论 对 还有一些去玩的一些东西 会跟大家介绍 那喜欢的话 记得按订阅哦 那我们乔林日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按订阅 按分享哦 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 我也有一支小铃铛 会在B1时代铺这里哦